下岗浪潮对东北工人而言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当工厂倒闭工人下岗的消息开始在铁锡飓船时 每个东北工人头上都悬了一柄离剑 思索着往后的日子该如何生存 然而现实留给他们反映的时间少之又少 一席之间无数工厂轰然倒闭 上百万人沦为下岗工人 周围的一切都被百茫茫的鸡血覆盖 就如同他们当下的遭遇一样 沉闷压抑却又看不到丝毫希望 曾经过起工人的辉煌头衔如今变得一文不值 失去唯一经济来源的他们整日无所事实 每一张脸上都挂着绝望和无奈 相较于工厂里的职工 铁路工人至少暂时留住了饭碗 然而迟迟拿不到工资的他们也开始选择活在当下 对待这份陪伴自己几十年的工作也没了以往的热情 插课打混成了工作中的常态 终于结束了一趟几乎空在的运输任务 铁路工人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路小跑进休息室 如往常一般熟练地脱下外套准备烤火取暖 却意外地发现往常温暖的休息室 此刻却比冰胶还要冷 终于从现实中回过神 他们叹以口气无奈地重新穿上衣服 只能靠自身的热量 来抵抗这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环境 也许是冷得受不了 也许是内心实在不平衡 一个工人愤怒的咒骂器高层领导 把能够取暖的优质煤块全搬到了自己屋子里 工人休息室暖气路线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被冻裂了好几年 工人们无数次上报维修 却被领导以财政警却为由拒绝 毕竟自己的办公室在寒冷的冬天依旧温暖如春 他们又何必去管底层工人的死活 高层领导的属世无毒令一众工人怒火中烧 但无权无事的他们根本无法给自己讨回公道 只能在背后痛骂几句出处气 但这对于领导而言根本无关痛痒 他们的处境依旧没变甚至越来越糟 漫长的冬夜最为难熬 工人们只能聚在一起聊天来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终于有人拿来了半小袋碎梅块 众人犹如酒汗逢甘领 围着那怎么也稍不忘的炉火不停取暖 临近2000年春节 铁路接到的运输任务越来越少 工人们也已经好久没发工资 虽然养家糊口已经成为难题 但他们依旧坚守在这个岗位不肯离开 心中存着一丝微弱的幻想 万一不久之后会出现奇迹呢 铁路工人老过前几天目睹了公务段的工作环境 笑呵呵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去做那样的工作 他还盼着能多活两年 然而当从其他工友口中得知 工务段工人从不拖欠工资后 老过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原本看习的眼中顿时充满了羡慕 毕竟人总要回归现实寻求生存 在当下这个社会有钱才是硬道理 不想在悲伤的氛围中越陷越深 众人壮死不经意地转变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开始聊起各自知道的八卦缓和气氛 铁路上的临时工老杜曾因时代原因遭受了不少的磨难 好不容易成家立业 但贫穷结局的日子却让这个家时常陷入争吵之中 老杜当了二十几年临时工 被铁路上的贡献少说也有几十件 却始终无法转正 少得可怜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养家户口 渐渐的夫妻矛盾越积越多 有一次闹得实在厉害 竟然还惊动了保卫科 然而当保卫科的人好不容易理清来龙去脉后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不知该怎么办 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 作为外人的他们也没法过多插手 只能简单教育几句就让他们离开 老杜一家的日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着 直到下岗浪潮越来越严重 妻子实在忍受不了这贫穷的日子选择一走了之 老杜只能独自撑起这一地鸡毛 而这段老杜并不愿提起的不堪往事 却意外地成了周围众人的茶余笑料 时不时就要拿出来说一说 好给这压抑沉闷的生活增添一丝乐趣 但效果之后他们依然要面临生活中的诸多无奈 毕竟在如今的大时代背景下 谁也不敢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自从妻子离开后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的生活 让老杜逐渐力不从心 最让他感到焦虑的是 口袋里的签证在一点点变少 如果再不发工资 他和儿子也许就要露宿街头 无奈老杜只能猫着风险开发了一项副业 沿着铁轨简是玉霉车辆掉落的煤块 如果运气好的话 几天就能攒一大袋 还能有二十多块的收入 这笔钱完美地解决了老杜眼下的困境 但如果被发现肯定要被抓起来 而且每天沿着铁轨简是很难掩人而目 铁路上的工人们稍稍留意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然而闯荡江湖多年的老杜十分懂得人情事故 每次他都会把自己捡到的煤块分一小部分给工人们 毕竟煤块几乎全被高层领导给搬走了 底层的铁路工人就只能每天受冻 他送去的煤块壳为解了工人们的燃眉至极 因此自然没有人会去搞发他 但看着老杜每天收入渐涨 而他们的工资却迟迟没有着落 工人们内心也越发不平衡 曾经的他们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 错过了接受教育的黄金时机 知识财富被无情剥夺 但好在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国企工人 也稍稍填补了他们内心的空缺 然而如今在时代浪潮的发展下 国企工人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 相比起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 挑准时机选择下海经商的人反倒坐拥万千家产 而他们这些只想老老实实活着的人 却惨遭时代抛弃 如今这样完全颠倒的局面打得他们措手不及 完全不知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 老杜结束了今天的工作 一步一晃地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这个不能称之为家的破旧品房 是铁路车站的一个废弃仓库 老杜将它简单整理之后便弃身于此 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儿子杜阳和他一样蓬头购面无精打采 总是叼着一根烟靠在角落里沉默不语 老杜一连抽了两根烟 随即大手艺会对着镜头 弹起了自己的辉煌过往 陈锋的回忆再次被挖掘出来 那几十年前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老杜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 但他靠着自己钻研出一门熟食手艺 成功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然而在特殊年代里 这门手艺却被定义成头击倒把 没多久他便倾家荡产 不得已只能到处流浪 最终意外地在铁路车站 谋了一个特勤的职位 虽然不是正式工 却解决了他生活的难题 他在铁路旁一带就是二十多年 这些年他亲眼见证了 铁锡区圣机时的辉煌 也看着他一点点走向衰败 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 如今能拿来当作弹子似乎也不错 但最令他放心不下的 就是和他相依为命的儿子杜阳 杜阳学过很多手艺 但天资不算聪颖的他总是干不好 在一次次失败中 杜阳逐渐逐渐选择了躺平 日复一日地躺在家里混日子 老杜时常担心自己死后儿子该如何生活 但杜阳似乎没有这样的烦恼 好似只要和父亲待在一块就什么都不怕 当父亲去工作时 杜阳就漫无目的地在四处闲逛 他总是叼着一根严惩漠不语 不抗拒镜头的接近 却也从来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他的眼神中满是目能和对生活的失望 直到这天工友来藏房找他们 并带来了一个沉重的消息 越发严重的下岗潮 终究还是不及到了铁路工人 而作为临时工的老杜成了第一个被裁撤的对象 如今这间废弃藏房他们已经不能再居住 领导要求他们现实搬走 父子俩听着这个坏消息沉默不语 等到工友离开周围回复平静后 杜阳才开口说了迄今为止的第一句话 却是对生活最无奈的感慨 这年头谁活着也不容易 然而乌漏偏逢连英语 老杜因为倒卖没快被抓进了派出所 杜夫子继续住在这里 便和派出所联手用这样的方法逼他们离开 得知消息后一项沉默的杜阳彻底崩溃 他茫然彷徨地游走在各处 期盼能看到父亲的身影 但那个熟悉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杜阳又沉默地回了家 从床底一个袋子里翻出了一大照片 年代久远的照片依旧被保存得十分完好 照片上的父亲依着清爽 远没有现在这般落魄 杜阳翻看着照片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屋内的挂钟突然响起 当镜头再次定格在杜阳脸上时 他麻木的脸上已经爬满泪水 哭泣到不能自已 然而灼热的泪水无法改变冰冷的现实世界 小人物的被挨在这个物约横流的世界面前显得更为苍白 在父亲被抓的这些日子里 杜阳不止一次前往派出所求情 然而无论是他下跪相求 还是逃出自己身上仅有的积蓄 都没能见到父亲一面 他甚至说出把他和父亲关在一起的话 但对方只当他在胡说 白白手直接将他赶走 最终杜阳去找车站领导求情 表示只要父亲回来 他们立刻就搬走 这个承诺很有效果 不久后就传来老杜被释放的消息 杜阳刻意穿上自己最干净干练的衣服 又吃橘子去剪了头发 打算以最好的一面去接父亲回家 然而却晚了一步 得知父亲已经回家 杜阳木讷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淡淡的笑容 他去餐馆点了一大桌子 才为父亲接风洗尘 再次见到父亲后杜阳变得十分健谈 拉着父亲一刻不停地说话 九国三巡后杜阳醉得一塌糊涂 踏实而趴在父亲怀里大哭 实而像个孩子一样满地搭滚耍混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老杜步履蹒跚地将醉旧的儿子背回家 此时的杜阳早已经失去意识 老杜一面哄着儿子入睡 一面对着镜头吐露多年积淀下的心酸 但他又斩钉截铁地表示 哪怕生活在南野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儿子 隔天老杜夫子开始准备搬家事宜 也在这条铁路上立下过无数功劳 如果要将他的人生写成一本书 那这本书的每一页上一定都有生活不一只四个字 转眼2000年春节已经到了 铁路工人们看着外面腾空升起的烟火 一时间思绪飘回了80年代的春节 那个年代春节时的烟火格外盛大 而他们的生活也富足美满 无需为了生活烦恼 更不用唯唯来担忧 并呈着开心一天时一天的想法 工人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热腾腾的饺子 算是迎接新年的到来 新的一年里铁锡区的火车依旧行驶在路上 他穿梭在行江旧木的工厂和空旷无人的大街上 道路两侧的一切都显得破败不堪 不久后老杜再次出现 他的生活肉眼可见得好了很多 父子俩如今在机场幽谋了一份工作 生活已经没有从前那么艰难 但数以万计的下岗工人依旧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 对于未来他们茫然无措 完全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铁锡区是中国经济变动的巨大缩影 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兴起 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没落 列车从北一气的工厂附近呼啸而过 带走了一代铁锡人民的回忆 也让铁锡区永远尘封在历史的档案之中 社会的巨大变革落在小人物身上 就变成了堪比大山一般沉重的压力 当资本快速地清出就是旧物时 也在无形中让底层人物的生存变得越发艰难 铁锡区的工矿厂房最终都会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但那些在时代洪流中跌宕起伏的人们 他们也曾活生生地存在过